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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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量缩整理 最近 最近 量缩整理也算正常 算是正常 主要原因我想應該是跟美國準備要大選 應該有關係 美國又要選舉了 11月初要選舉了 總統大選 所以總統大選之前 如果是量收整理 應該也是正常 但是這個叫正常而已 但是沒有規定說一定不能漲 這不是漲得還好的嗎 這是美國的貴買指數OTC NASDAQ指數就是台灣的這個 這個NASDAQ指數就是台灣的貴台 這邊有6000檔股票 這個是NASDAQ指數 這看起來好像要快過高點 對不對 差點很遠 這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這跟台灣最相關就是這一組 這是30檔股票 其中一檔是台積電 台積電不是在這邊過高點嗎 但是這個沒有 表示其他成分股有的沒有漲 對不對 它有30檔 那一檔是台積電 那其他29檔不是台積電 那表示有其他股票沒有漲 像NVIDIA就有夠高點 它是其中一檔 超微也是其中一檔 鎂光也是 Intel也是 總共有30檔 30檔 費城半導體的成分股 費城半導體指數成分股 那我之前講過台積電過高點對不對 台積電過高點 這邊是1100塊 這1080過20塊 那過高點是不是一定要拉回 沒有規定 沒有這種規定 上一次法人說明會 你記得嗎 上一次法人說明會 之後台積電崩盤 這一次大家預期說 還是會崩盤 我不是說過 哪有可能 沒有規定 這不是數學 怎麼可以畫上等號呢 那我再跟各位講 我之前講過 台積電在這邊的時候 我說它會先過高點 但是大盤保證不會過高點 為什麼 正常來講要過 因為台積電站的全值是35%要過 重點是第二名的還差很遠 台積電過高點的時候 第二名還在這裡 第三名還在這裡 這邊是天價 一千五啊 這裡還沒過 第二名第三名都沒有過 那前面50檔平均都沒有過 這前50名 這前50名 台灣前十大 前50大 當然就不會過高點 那總共50檔成分股啊 富邦金國泰金都算啊 那都成分股 這也是成分股 0050那個 就是裡面的50檔成分股 形成一個叫0050 ETF 對不對 買一張0050的意思就是 買了50檔股票啦 這樣你就聽我了 這個大家都懂 因為大家現在對ETF都很熟悉嘛 最熟悉的就是這一檔 因為這一檔那時候募了1700億 三月份募集的啊 就四月份掛牌啊 掛牌就是15塊 大家想說我買這個 買這個10塊錢 那以後會變成這個 會變成20塊 要複製00929跟00919 那時候不是很多人都在講 這樣沒拆拆還假的 那00929、00919 那喪失多久啦 經過了多少時間的奮鬥 而且有的發行是在 不到1萬點的時間 那你00940發行的是在天高地緣 00940發行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指數在這裡 2萬多點 那是2萬多點 可是指數又漲起來 漲了這麼一大條一大粗 那都沒去 這00940的中小股啊 也不是台積電啊 它沒有台積電啊 它沒有台積電啊 也沒有聯發科啊 也沒有鴻海都沒有啊 但是小的股票啊 因為它是叫高股 都叫一些小型股 對不對 當然不會過高點啊 這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就會過高點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指數型的啊 0050就會過高點 這指數型才會啊 這指數型的啊 那個是零股息的跟指數型怎麼會一樣 那你就買不到方向啊 你說老實說我沒關係啊 我長期投資啊 我領股息啊 那一天都要50了 每天都付50塊給你啊 這樣鬆到開心到 我告訴你啦 有些觀念我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有些人是投資高股息 是為了領股息 每個月都可以領股息 我不是說反對 但是我也不是說贊成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 你為什麼投資股票要領股息 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領股出來開 我們投資股票定存沒有錯對不對 但是我們定存是不拿出來的 不然為什麼叫定存 比如說有些人是每個月都 小資主每個月都用個幾千塊幾萬塊 固定一個金額 定存定額嘛 固定一個金額去買 買ETF也好 或是買台積電 買年花科固定 每個月都一樣的錢 不管價格高 不管價格低 就是一直買 就是要存股 像存錢一樣 你買高股時 你拿出來開 那你什麼意思 這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是覺得是怪怪的 這種想法是怪怪的 不是不行啦 如果說沒有賺錢 比如說ETF它有平准金的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它就拿本金給你 假設說沒有賺錢 那淨值10塊 不賺不賠好了 也不算賠 淨值10塊 但是規定要給你平准金 規定要給你利息 每個月都要給你 或是每三個月 它從10塊裡面拿 拿你自己的 拿你的本金出來花 拿你的本金給你 你是很爽的 很厲害的 真正零股息是要定存 銀行會給你利息 那個才叫零股息 零利息 那個高股息的 不見得你領的錢是你自己的 不見得是賺的 有的沒有賺 沒有賺還是拿你自己的給你 那只是明目而已 理想而已 對不對 那我不是批評 我只是說 投資股票是要賺錢 不是要領利息的 你說老實說投資人家外資 那7、80%都是買外國人 Q費 或是外國人買台積電 台積電兩千幾萬張 2593萬張 百分之七、八十都有外國人的 你說他們的機構法人 他們領股息 他們目的也不是要領股息 他們人家去批評這個 但是你自己要給他股息的 你自己要配息給他的 他只要拿 不然怎麼辦 你看外國人導資台積電 他們才有在拿 都是七、八十% 你說外資有時候有買有賣 那個小case 他有兩千萬張 兩千萬張 兩千萬張 萬 有時候賣個幾萬張 剛才好而已 兩千萬張賣個一萬張 馬上有1999萬張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叫人家是等級導資的 從台積電 有台積電創立之後 他們就有投資了 對不對 還有這個 最近大家在正義這個 這種的啦 幾六集啦 這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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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 00687B 成績比較大 00679 這兩支啦 這支原大 這支國泰 這支成績比較大 這支原大 這支成績比較大 這支原大美債20年 兩個原大美債20年 跟國泰20年美債20年 在供債的 常債的20年 25年的 15年的這一大堆 在ETF裡面一大堆 但是這兩檔因為成交量比較大 我們就用這兩檔來講 對不對 這最近是這樣 對不對 最近走是這樣 我解釋給各位聽 這個國泰20年美債 因為我們用這兩檔是因為 我們昨天有請會員去買30.35 我告訴你買這個 多少錢買 不要期待太高 有買也好 沒有買也好 因為賺不了 因為燙了 這有漏下來 這裡有買 你直接就沒在買 這漏就有燙了 便宜了 因為跌了10% 這人說讓他一段時間到這裡 那就賺10% 就是賺10% 意思是這樣 賺不了這個 會不會一定賺 不一定 我說給你聽 為什麼不一定賺 很多人說 老師這個會降息 美國會降息 對啊 美國會降息 降息你就要買在這裡 我知道 美國會降息 你應該買這裡 還沒降息 還沒降息你就要預測他會降息 還沒有降息 這邊我就有推薦過 你記得去年那時候 你記得指數那時候一起股債雙跌嗎 不到16000點你會跌 我這邊 我那時候也不是推薦過做這個嗎 老觀眾你就知道 就這個在打 一樣元大20年美債 元大20年 那時候股票16000 這個債券在這裡 那時候降息沒有 沒有降息 但是你可以算出來預估會降息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買是對的 可是開始降息你買不一定對 因為早就預期了 早就被預期了 大家都知道會降息 9月份就降一次 就見高點 這邊降息 就大跌 然後老師11月不是要降息嗎 搞不好又大跌 他說12月不是要降息嗎 搞不好又大跌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早被預期了 大家都知道的事 沒有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美國要降息嗎 之前美國升息升了20碼 那時候十幾次的升息 你不知道美國要升息嗎 知道啊 那現在美國要降息你不知道嗎 你當然知道啊 9月降2碼 11月降1碼 12月再降1碼 然後說明年會不會再降息 市場的預期是會的 可是一定嗎 降幾碼 那這樣預期 那如果不降呢 如果為止一整年都不降 你怎麼辦 如果維持一整年都不降息 那短期率率飆起來怎麼辦 那或者是 如果維持一段時間不降息 然後通膨又增加又開始又升息 你怎麼辦 保證賺賺嗎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是保證賺的啦 這個叫資本市場 股票跟債券是風險資產 是資本資產 是有價證券 只是股票的風險比債券高很多啊 但是你說買債券一定會賺嗎 我認為不必然啊 那你為什麼不會坐 你為什麼買這裡呢 哎唷 拜託你買了300 我買這裡比你 我買這裡 我買這裡耶 我不是買這裡耶 我買這裡 這我要輸的機會很少吧 我短時間要輸的機會很少吧 何況是長期的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材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材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電視頻 煞立即拨打咨詢 那為什麼美元會升值呢 奇怪怎麼最近美元一直升起來呢 不是要降息怎麼美元反而升起來呢 就是因為降息美元才在升啊 因為早就被預期了 之前美元只是從107塊 掉到100.16的時候 那就是預期會降息 結果降息變成利多出境 以後美元就開始漲起來 那我是說短時間是這樣跑 不是說美元一定會一直升值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我告訴我的觀眾跟我的會員 因為我們畢竟也是有借力去買 買這個債券 但是我是不是很 不是說 你一定要買 我是說如果你無聊的時候 你多少買一些 真的沒有買也沒有關係 因為 你不能說穩的 我告訴你沒有東西穩的 如果要貪是國費比較好貪 但是國費的方向比較高 但是要靠技術嘛 你說老實說現在美國的 美國之前的聯邦資金利率是5.25% 5.5%嘛 現在掉到5%了嘛 4.75%的區間嘛 4.75%到5%嘛 因為降了兩碼下來 那預期到年底 12月那一次以後 11月12月各降一次 那會到4.5% 那明年後年大概會降到3%嘛 這是要預期 長期的預期 市場的預期嘛 所以那這樣子5%到3% 那這樣債券會會漲上去啊 是啊 沒有錯啊 對於長期來講的話 債券應該會漲上去 債券應該會漲上去 對啊 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叫預期啊 導致別人說這個預期耶 預期是可以修改的 沒有規定耶 叫預期耶 那你要等好幾年喔 你才得到那一些利潤啦 那要時間的成本喔 我不是說不能買 我的意思是你要有耐心喔 而且你要分批分次的進場 你不要急躁 因為那個東西就像在欠錢一樣 你記不記得耶 那不是股票喔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你去買那些東西 那個債券對不對 ETF 那只是銀頭小利啦 那你去買那個總比 我是覺得 如果說你買那個 這ETF債券 也好啦 你總比去買那個中國股市好吧 如果我要兩個選一個 我就選這個了 我不會推薦你去買這種啦 我不會推薦 這我知道會 他現在目前回到淨值以後 他又跟中國的 中正50檔股票 ETF 亦步亦趨嘛 因為他已經現在 大概平價 他也沒有什麼溢價太高的問題 這邊溢價200%嘛 現在沒有什麼特別溢價啦 正常溢價 那他就回到該有的位置嘛 就這裡就對了嘛 但是你說老師他會漲會跌 我不想研究啦 會漲會跌你就看中國股市啊 接下來就連在一起了嘛 那我就沒有推薦啊 為什麼 這差的 國平用錢的負責啊 那基本面就沒有改善啊 基本面沒有改善 這樣會泡沫的啦 我可以跟你講啦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反彈怎樣 反彈又反彈怎樣 反彈又反彈怎樣 我直接看看就好了啦 這不是講政治啊 我是說 我直接你看看就好 還是做我們台灣自己的股票嘛 1800多檔 1800多檔 1800多檔都撐不住 那來複習一下嘛 台積電說台積電會不會跌 跌多少 理論上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量收叫整理 但是沒有規定要跌啊 因為他量收沒有攻擊量 他怎麼再攻擊 就算有跌 他是季線往上 季線往上都保護他嘛 所以台積電接下來 你讓他整理 也許他不想整理 美國發佈一個利多還是什麼樣的 搞不好他整理時間就變短了 就直接衝啦 那你台積電 你讓他不管有沒有先跌下來再漲 還是直接在這邊維持的量收以後 就馬上漲 這兩種情況要看美國過 美國股市 因為美國股市會帶動 這不是我講的算 但是台積電 如果台積電 台積電未來衝到1100以後 會不會衝到1200 我告訴你1200動也不掉 擋不住它 短時間我跟你講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當台積電挑戰1200的時候 大盤就要過歷史高點了 因為台積電現在目前 這邊拋到1200要漲1000點 台積電自己就要漲1000點 他就要漲1000點 那大盤其他股票呢 會去笑啦 那些群值股會發瘋 但中小巡股炸就去笑了啦 什麼叫群值股 因為他過高點 大盤不會過高點啊 因為他不會過高點啊 那接下來台積電如果過了1200 那他當然一定過高點啊 那廢話還要講嗎 買173啦 賺這麼慢啊 加強啦 比債券還好賺吧 比中國那個ETF好賺吧 買173耶 每天吃的耶 紅海耶 你不是看得很沒的 說紅海也不會去 不會去哪會去 起很慢啊 就好像這邊台積電 我們那時候在推薦買台積電的時候 你跟我說台積電會去 不會去啊 不會去也是去 紅海也不會去 不會去也是去啊 我們這邊也做到 這邊也做到啦 我們上次買970賣這裡啊 這邊這一次買這裡啊 因為1千塊左右 不然1千100塊左右啊 他沒有這個嘛 那未來還是會創新高啊 不但會 這1500算什麼呢 我就想說台積電如果到1200的時候 紅海就過高點 聯發科也過高點 廣達就噴出了嘛 廣達我們上次買這裡 對啊 賣這裡嘛 賣7月11號那時候嘛 後來買這裡回來 現在不去 不去也是去啊 台積電 紅海 廣達 七宏 這邊賺一倍嘛 賣掉7月11號賣掉 這邊賺一倍喔 520買回來 不去也是去啊 對不對 還有最近講的這個 底部區的演為嘛 偉銀啦 偉銀啦 偉銀你敢敢拿錢 他只是漲多的調整而已啊 敢在不賺錢 這底部打得多漂亮 你如果買在這裡的話 現在已經賺了 賺了120%啊 是不是都講這些股票 我有覺得換來換去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股票 我們不可能只有操作這幾檔啊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股票不可能只有操作這幾檔而已 有的股票不公開而已啊 有的股票不公開而已啊 但是賺的都不會比這個少啦 有的股票賺的都不會比 比我剛才講的這些股票還少啊 那我們都做給你看耶 沒有換來換去的 每天做給你看 做台灣的股票就好啊 1800多元股票你都還沒 為什麼一定要做那個 那個 那個ETF 那中國股市的ETF呢 你很奇怪耶 台灣的股票1800多元 為什麼找不到呢 當然找得到啊 了解我意思嗎 要跟著我們操作的話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Yes Yes You